大家好 我是五仔 刘海威的戀情似乎真的曝光了 刘丹 叉燒丙 叫他根叔 爱回家 刘丹很开心 等新年 新春 儿子女朋友要见见 似乎真的证实了自己的消息 但是刘海威的新戀情似乎挺厉害的 是杨栗的闺蜜 还有说到有儿子等等 不是男朋友的儿子 而是儿子 请大家给个赞 支持一下我们讨论一些八卦的新闻 我们一日九条片跟大家找香港最热的热话 这一宗内地也热的 因为刘海威是一线的小生 他老婆前妻杨栗是一线的花旦 这个李晓峰就是杨栗的闺蜜 现在刘海威的新闻 哇 厉害了 早前传过帝国的 但现在新这个 背景也不简单 那就和大家慢慢说下去了 太厉害了 另外又会说一下杨栗是否整容整得很厉害 有些人说他是不认的 但不认不认也不能不认的 因为在网上的视频 照片都弄出来 整个样子都不认不认的 甚至有很多微调 早前传过帝国 早前传过帝国 有人说 小过18年的 有个资料是中国女星 叫刘正如 就是杨栗的学妹 然后刘海威公司 没有回应 刘丹当时透露 他已经否认了 我相信我儿子 说儿子离婚四年 我不反对他再婚 现在最新的消息 那位叫李晓峰 李晓峰说 他有个有钱老公 还有个儿子 这么糟糕 不是吧 有夫之父 不是吧 看看内文如何说 那个 杨栗的规密 李晓峰如何规密 他们两个很熟 熟到规密 即是好姊妹 为什么会这样写 而且报纸卖 他有否否认 他似是否认 但是又有些勇于承认 而刘丹人问了 有新女朋友 新年可以见见 似乎这件事 都是曾经见过 曾经见过 2018年 他跟杨栗离婚 刘海威 说两个人生活的感情上 一定是最受关注的 南方常常被人拍到 跟内地女星李晓峰共同出游 手拖手 做核酸 疑似戀爱盈 疑似? 拖着手 他又不是老婆婆拖着手 过马路又不是 为什么会疑似呢 只要你 其实你 可以是找到 那女儿的身份 你就可以肯定她是在拍拖 而丹爺的口供当中 亦都是相当之 非常证实了这件事的存在 引来不少关注 继续李晓峰日前 就说在微博间接承认戀情 如何间接 刘海威因为是18日接受媒体访问 就是不被记 大方承认有戀情直言 已经是相处了一段日子 儿子的认得 人家一定会问你老爸 因为大家怀疑 刘海威跟李晓峰戀爱 李晓峰是什么事呢 刚才说 真是有夫之苦 不是吧 他底下就是这样 他底下疑似有个有钱的老公 感情史被人挂回 不过离婚 但是有个儿子 父相老公 和沈腾 和汪小菲 大S的前夫 都是朋友 整班朋友都离婚 他说 其实刘海威被人遇过很多次 逛街也遇过 在寺庙里也遇过 又有个女孩一起走 很开心 女方还为刘海威带路 这个女孩虽然戴着口罩 又戴着帽子 不过以她身高发型 尤其是顶帽 因为内地演员李晓峰 他那顶帽 基本上是门不住了 有铺过照片是同一个牌子 同一个款式 所以应该这个消息 都是99%正确的 上一次 刘海威被拍到 和一位女生牵手散步 已经爆了这件事出来 紧接着有网友指出 那个就是 18年的演员刘正瑜 不过刘正瑜已经澄清了 说自己在内地在隔离 他的经理人都立即否认 刘正瑜的头发长 刘海威拖着那女孩 刘正瑜短头发 很明显不是刘正瑜 好了 似乎爱得高调 而且口罩也不戴 在内地没有人的时间 有人说刘正瑜 那次是吹嘴 刘正瑜 根本上是三案八糟 他说是李晓峰 两个人的戀情 算是曝光 李晓峰大家可能不太懂 他拍过一些内地影视作品 一套叫方华 安居我的真朋友 李晓峰早年也是主持人出身 还有沈玲 有一个叫何方 也是朋友 短得很紧要 原来他跟杨密如何归密 拍过一套电影 叫做《爱的200定律》 电影里面 就是飾演归密 电影里面的身份就是归密 看到这个消息 有人说 刘海威是否间接替杨密宣传新剧 你老婆 那套电影里面的闺蜜 你也遮住了 有人说 娱乐圈是一个圈 圈会召回自己的 圈很小 你在香港也是 娱乐圈根本很小 两个都离婚 两个走在一起 会不会像内地的 狗血偶像剧 那些认为 好像拍剧 那些剧情 不是小18年 李晓峰已经40岁 年纪不小 刘海威也是有过去的人 两个都有儿子 我说到网传 李晓峰的前夫 叫什么名字 叫做黄 黄 黄聪 是一个富商 又高大 也有型的 试过投资过李晓峰主持的节目 知情人士透露 黄聪和刘海威的女儿 李晓峰 他们两个以前是婚姻 说到走在一起 就是通过 一些人牵线 雙方说 戀爱之后 不久 李晓峰有了BB 亦是闪婚嫁给黄聪 40岁的女人 有BB 似乎不出奇 这是内地的新闻 内地的新闻 李晓峰的老公 是台湾很明 很有名气的商界成功人士 网络盛传 因为有他们两个的 分纱照 这么厉害 好像是不是他 究竟真的有张分纱照 这个黄聪 也真的 有BB 似乎是有孩子 12年前 黄聪和李晓峰 即刘海威 现在的女儿 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婚礼 当时也有照片拍过出来 汪小飞 刚才说的那些人 全部都在照片里面 似乎 空月来风 似乎是 说到之后 离婚 离婚 他们的婚姻 只维持了7年 到2017年 黄聪很少在微博上 曬恩爱 很多粉丝在评论区留言 就质问你是否跟李晓峰离婚 不过黄聪就不会直接回应 你的女神去了哪里 现在就去了刘海威家 这样 不过 我刚才说99% 内地媒体打给女方访问 对方工作人员表示 不是真的 否认了戀情 不过 不过 李晓峰 个人的微博 转发了一则 工作人员回应非文的报道 他表示 你找了哪个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没有这些事 他说你找哪个回答你 他说没有这些事 还贴了一头无水的emoji 而似乎他质疑工作人员的回答 就不正确 正因为如此 他的举动令到很多网民 认为他间接承认了他和刘海威的恋情 虽然他没有直接承认 但反而刘海威就直接了 他说接受媒体的访问也不被计 直言两个人已经相处一段时间 相处得很舒服 而且性格很合得来 他说前夫和前夫一起拱扬扬扬扬 似乎真的有些 真的有些 真的有些 是不是给不给面子 这些这样的搞法 你行不行 戏里面的闺密 戏在那时候 你演过你感情 放过下去 始终也不是那么好 那怎样 说说杨蜜 人家说杨蜜整容 整得很劲秋 有多劲秋 我自己看相似微调 但是有人列出来 他整个哪里整个哪里 虽然杨蜜本人一直都不承认 但是整容在明星当中 他是一个模板之外 还说他也整得很厉害 杨蜜小时同声出道 从小到大 就已经被人平头品足 杨蜜早期的面型 人家说他 说杨蜜是不是整容 整得太厉害 原来杨蜜的五官 虽然他是方便 有灵国的面口 但是也是五官精致 赞他 首先说额头饱满 眉眼就靓 鼻又高 天生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后来 因为杨蜜越来越红 似乎那些气越来越多 所以他对自己 是有所追求 就开始挑剔自己的五官的眉角度 所以就看到他的样子是有眉条 有整过的 很多人 因为小时候看杨蜜做戏 就认为最容易看得到就是杨蜜的面型 原来杨蜜最早开始做就是他的鼻 早期的相片和剧照就看得到 杨蜜的鼻下面有一个小柱 鼻小柱 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两个鼻孔中间下面有一个小柱 鼻小柱是发育过场的 令到他的鼻本身有点刺 是的 看到一些旧照片看到的 笑起上来尤其突压 所以杨蜜第一刀落刀就是他的鼻 切了他的鼻小柱 他说你看得到 你上网一看分别到杨蜜整容在哪里 他说因为他的鼻也是很漂亮的 山根鼻梁也算是高 而鼻液也是精巧的 所以你看到他是没有直入假体 他的鼻没有弄过 没有塞进去 但是有切过下面的鼻小柱 他弄完鼻之后 五官基本上就已经没问题了 之后杨蜜就开始对他的面型动刀 他说通过一张照片就看到了 他说杨蜜之前的眼 左边眼其实就成线形 右边眼就是另一种形态 似乎有点鸳鸯 那些人说他是不是弄了一块面 然后他说还没到 他还没到 他还没到臉 他说面型最明显 他还没到 弄了眼线 他弄完鼻小柱 他弄完鼻小柱 就开始弄了眼 他说他左边双眼皮 明显不够 可以说是无双大雅 但是因为他追求完美 他第二刀就落到双眼皮手术 根据长时间的改变 就没有明显的特别有再加工 所以说他的眼睛是弄了一次 这样 杨蜜第三个变化开始 就弄了臉的面型 他说连年份也知道 就是2009年至2010年之间 他走了去削骨下颗骨手术 看到他本身的方形的面 就说变成有弧度 本身有角度 然后就变成有弧度 他说这个很明显是削骨的 因为他说人面闯不闯 就由这个下颗骨 就是决定的 打瘦面针 各样都不可以改变这个角度 就说他是弄这一刀 那第四刀弄哪里呢 杨蜜最明显的就是他的下巴 以前就没有弄出来的 之后你们上网看到一些相片 或者我这张 我不知道你现在看娱乐无穷 就是看我的相片 看到下巴就是第四刀 下巴塞了东西 塞了东西 填充了 有些人说 为什么五仔现在常常娱乐无穷 你不给新闻照片 我告诉你现在有youtube 上次我和OK仔说 他结婚只有几个人 没有任何暴露 黄标黄标得太厉害了 现在youtube是疯了 你听五仔的台 你当听903 904 当我是收音机播主就可以了 说到他之后的下巴明显又挺又长 似乎是塞了东西 就不是打针的 应该是在他的下巴牙里面 嘴唇 接着割开了 然后放了东西 对了 最后的形态就是这样 杨蜜 你说整容是不是特别夸张呢 都是整完又不是特别好 那些什么寿星公那些 整来整去都是美女 不是太差 那说到刘丹如何证实了解的消息 有报纸说他很开心 都说了四年了 已经离婚了 风传他和内地女星熱戀中 身为老爸刘丹 就说很开心 受那些媒体的电话访问 都已经知道他哈哈哈哈很开心了 他说 看到新闻传他有恋情 打电话去大陆问儿子 是不是真的恋爱了 他承认了拍拖了 很开心很开心 应该啦 这么多年 是吧 他说孙女知不知道呢 孙女其实只有八岁 等爸爸自己跟他说 他希望 他希望 劉海威明年 农历新年 回来一起过节 团年 想想想想想 希望 未见过这位李晓峰 他说阿仔很厉害 让他开心 恭喜他 会不会说 快点结婚 希望他们 这些是他两个人的事 阿仔什么都由他自己决定 他说不关父亲的事 总之是 让他开心 就没什么要逼他结婚 因为他结婚了 两个都结婚了 他们顺其自然就好了 这件事就祝福了 表示祝福 这些我们都是看别人开心 究竟他是不是之前这个女人真的离婚呢 我网络的资料 就看到是这样 如果你们想知道 自己上网再去跟进跟进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 记住看完 不用一九条片 好爆啊 那些新闻 就这样 拜拜